是不是不招呼我算 你不要以為我真的不敢動你 快來啊 勾丹過來我就放下他 這樣的電影 Out啦 三年前 我不是鼓勵你去賭錢 不過真的很想跟你結合 麻雀館這個神秘面紗 我走遍講究新的七間不同的麻雀館 進去打麻雀劍 和負責人私底下索了他們怎麼做生意 今天就和你分享一下 十大 麻雀館怎麼做生意 你要知道 第十 香港麻雀館的歷史 麻雀館每月抽水過千萬 堅 堅過石堅 但成本都高到你不相信 為了留著客人送送送 密到送 過客服務的成本至驚人 計錯數分分鐘沒有錢賺 但記住 我說的是麻雀館 不是麻雀會 麻雀會呢 通常都只是普通的會所牌照 沒得抽水那天不值錢 但麻雀館就不同了 有錢你也買不到牌 要了解香港的麻雀館才由歷史講起 那就一定要從雞記 和他始創日 也是麻雀業界的秘組 林坤講起 在鄉下之彩 十三四個來香港 為何這麼小就要來香港 鄉下這 死老爸都沒有人關照 自己就要去酒 他在一九三三年 就在廟街這裏 開了間雞記士多 賣零食那時都沒有人做 在門口就放了幾張桌 給街坊打麻雀 每天每日收一毫子 誰知道街坊來就越來越多 麻雀生意就越來越好 索性士多都不太早 其他士多有效法 法例又沒有監管 邊商就越來越多的麻雀館誕生了 後來由於太盛行 一九五年 港英政府就決定立法全面禁止 頭號目標就是要取代 全港開到成行成市的麻雀館 麻雀業界就憑問滅絕的危機 人稱繼宿的林坤就組織了一個 港狗麻雀商會 跟政府講數 打麻雀是中國國水 也是平民百姓的消遣娛樂 有錢人可以去跑馬 但空人又可以去哪裡消閒 他說香港人打麻雀 就像貴人打啤牌 如果要按麻雀就不如按啤牌 還有啤牌還可以靜悄悄在家裡打 但是麻雀噪音大 容易吵到鄰居 所以在麻雀館有規範情況下打 是不是好很多呢 經過四個月的遊說 又被他廣復了港英政府 在1956年 刊登天佈宣佈麻雀業合法化 並以一副麻雀總共有144隻 作為上客發出144個牌 由麻地計劃 也成為香港第一間持牌的麻雀館 當時港英政府為免鼓吹賭博 牌照上的英文名寫著麻雀學校 好啊 從此輸錢就被人笑了教學費了 大家 麻雀館的行業現況又怎樣呢 以前麻雀是用竹做的 所以麻雀館又稱為竹館 335和那些有黑社會的人才在麻雀館 給人的印象是沒有的 麻雀館一向給人的感覺是江湖人物的生意 品流複雜 烏煙瘴氣 粗口橫飛龍蛇混雜 打架爭地盤 刀槍劍影 無法無天 動不動就太後行拳打腳踢 武王館的狗犯之地 加上七八十年代 很波暴的警匪應雄 江湖電影都是麻雀館裡面的暴力情節 整個大家都洗腦 但如果你沒進過麻雀館的話 這些以上都可能是一個假象 我跟自己說 我要慢慢改善這個行業的image 起碼由我這間麻雀館開始 我就給大家聽這個行業是這樣 也是因為這樣 2007年業界就團結起來 全行通過不准 再將麻雀館外傑拍這些江湖片 免得形象受損 但老實說形象負面的很難改 令很多第二第三代都不肯接手 加上古克群又老化了 最壞的時候 就在2003年的沙士一役 令很多麻雀館索性不早 新牌又難拿 舊的拾拾拾拾拾 現在全港只剩下大約60間 的磁牌麻雀館 麻雀行業在沙士是最窄的 幸好有一個鋼牌 舊粉滑肉 很厲害 沙士後就鹹魚翻山 多謝一 自由行 二 新移民 三 很多間麻雀館 就放棄了廣東牌 引入深圳牌 碰槓牌的玩法 俗稱全衝牌 即是跑馬仔 以鬥快食物為目標 只可碰 不可想 不用浪費時間做牌計法 食物收錢以外的時候 開槓都有錢收 四 自動麻雀機的盛行 縮短了時間 每局至三五分鐘就搞定 磅水 減少出錢的機會 新的玩法 就吸引了很多年輕人 和大陸客光顧 現在都可以說 回到麻雀業界的黃金歲月 第八 黃金歲月 那麻雀館怎麼出牌呢 現在的牌照正式是叫做 麻雀天狗牌照 是由民政事務總署發出的 出牌的條件 就包括 不可以在中午十二時 至午十二時以外的時間營業 未滿十八歲的人士 不可以進入 不可以向打麻雀的黑人 提供任何的借貸 或者卸數 抽搖的時候 不可以多過牌照上 列明的上限 現在一般為5%左右 持牌人必須親自 經營管理 和不可以轉用牌照等等等等 上面的容易 下面三點才說 一 你需要證明 申請人是合適經營麻雀館 二 你有確實的需要 多一間麻雀館 有公開 demand 三 就是有充分考慮 對區內人士可能提出的反對 即是說他都說了 我家裡突然說 想開一間麻雀館 我都一定反對 難怪行外人 想申請麻雀天狗牌照 根本是不可能的 行內人即使要做 都起碼要搞成一年至一年半 期間要立空租 所以麻雀館 不是自己的物業都很難搞 還有 如果你留意一下 我站在灣仔春園街 這裡出道 如果向西行 還算是西環方向 全部都沒有麻雀館 還有 再掃過去銅鑼灣 天下炮台山 柴灣小西灣 都沒有麻雀館 赤柱不用說 過了海 將軍路九龍灣 清熱東涌 沙田上水 都是沒有麻雀館的 不是沒有公開 demand 而是政府不想你搞 第七 麻雀館內有什麼設施呢 一進門口 先見一見關公 記住營業時間 要持續上香 免得失業到輸錢 除了傳統製品要有的時候 最重要放足夠的生薑 為什麼 夠薑 我錄這段影片 都需要少少的生薑 茶水間 全場閉路電視不用說 房出籤 房員工樂 排你的介紹 不明白呢 就問人解釋到你明白 排種的吊牌 顯示每窗台的注碼 打多大 你吃虎 出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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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菲都不可以 獎素 抽水後 員工會拍一拍 吊牌表示已經抽水了 牆上有個水兜 兜著抽了水的洗顏面槽 或者散指 水箱就用來裝著大額的面槽 跑馬有分草地泥地 打麻雀也是一樣的 舊式的廣東牌 用的是孫之木台面 因為啡色骨行內稱為泥地 新式的傳充牌 就是深圳派改用的電動麻雀台 一般都是綠色的擁抱台面 故行內稱為草地 由於流轉量快 抽水又多些 現在絕大部分都是玩草地的 第六 麻雀館規矩 不要想到那麼複雜 比廣東派簡單很多 Really 我是個麻雀白痴 我都去了七間不同的麻雀館 打麻雀 不過在後面這間 一進去我就找頭柱額 最小的桌子 通常一二百 和另外三個我不認識的人 打牌 講得明我是錯哥 慢慢打 他們都挺nice 教我打 不齊腳不要緊 他們還有 台面 就是穿著制服的蹬腳 方便一些人 砌夠數 開桌 雖然有千多元學費 但我也有食糊 連同有幾間 包括後面這間 一進去就有利是收 吃夠水 對我這些混吉的 算是這樣的 排禮 打祖國深圳牌 就是跑馬仔 以兜牌食糊為目標 不用做牌 或者計算數那麼複雜 只盡碰牌 例如三隻的九萬 不准上牌 例如一二三萬 開礦立即收錢 例如四隻的四萬 以一二百為例的話 自摸明角 沒位收二百 自摸暗角 沒位收二百 打給人江 自摸一人輸三百 如果港後自摸 或者再降 三家都要付錢 出衝 一人付錢二百 自摸吃糊 沒位收二百 自摸之後 再中獎馬 沒位收多二百 何謂中獎馬 即是你吃糊之後 你有一次機會 按你的位置 抽到以下的牌 就可以雙倍贏錢 所有的牌 真的講不完 但基本上 沒什麼技巧可言 行內的人都說 是八成運氣 兩成技巧 你想想 我這麼差 去七間 都只是輸千多元 去澳門肯定不止 跟澳門不同 你是跟賭場對賭 麻雀館只是純粹抽稅 誰贏就抽5% 可以說沒有風險 第五 麻雀館的員工又怎麼分工呢 刺牌人 即是最終負責人 有什麼獲得他背 頭牌即是館的總管 通常都站在店鋪的中間位置 就要一眼觀測 巡場 就負責看著自己範圍內 兩邊的麻雀桌 台面 即是穿著制服的蹬腳 麻雀館給他們的知人 一般都是 贏少少 或者平手 避免大贏大輸 吸引人客繼續打下去 圍場 即是不穿制服的蹬腳 他們叫做特約校母 commission player 免被人客覺得 三個穿著制服的人圍著打 壓力很大 年輕即是跑腿 幫人客買零食交電費買菜 茶水即是針茶遞水 水袋即是拿著袋 到處走 負責幫人客槍簽和抽水 櫃面 負責現金收支 書墓即是打雜 帳房 管掃 以一間30張桌的麻雀館為例 我後面這間不止 員工起碼都60人 麻雀館的工一般都形容為筍工 個個都做十幾二十年 不願走 因為雖然上班十二小時 很多都是包食飯 小息時間 人家零售就回六天 放一天 麻雀館就回兩天 放一天 即是兩天一例假 何謂資本主義 我現在就展示給你看 一個最佳的典範 麻雀館行規 賺錢 老闆分六成 員工分四成 我重複 老闆分六成 員工分四成 基本抵身意外的時候 是按即級分分數多少 頭牌分兩至三分 後生分半分 以二線區的麻雀館為例 每月每份的花紅 就大概七千多元到萬多元 如果旺區 一個普通的女工 月入都可能高達六至八萬 以前就每天分紅 不過太煩了 現在就每個星期分紅 是否好過其他打工 等到年尾才分紅 我怎知道 不是我作的 就看這本 《計名報喜》 《香港第一麻雀家族雞記傳奇》 這本書有寫嗎 第四 麻雀館的觀點賺錢 了解完行內的術語你就明白了 銀頭 即是每天開舖時做生意的現金 水分 就是麻雀館每天抽水生意額的收入 一般都是抽贏價的5% 上下數 即是員工 落場蹬腳的時候 贏錢就是上數 輸錢就是下數 行內人士跟我說一般都是輸錢多了 因為一加到三加 還一陣的話 輸錢當然是大一點 機會率 平均十幾二十個巴仙 看看這張上下數的耕指 最頂的數字就是員工為客的偏好 上半紅色字就是上數 下半藍色字就是下數 還有大閘就是每天的固定支出 例如人工、租金、水電等 小閘就是每天不固定的支出 例如人客的餐飲費、利是、日用品 那麻雀館怎麼賺錢呢 很簡單 你只要看收拾 收拾就是水分 即是5%的抽水 減去大閘、小閘 即是固定和雜項的支出 加上下數的贏輸 即是等於那天的盈利或虧虧 但記住 老闆只待六成 四成分給員工 才上下一心 真是良心企業 第三 麻雀館最大的成本是什麼 這間店鋪通常的物業都是自己的 所以沒有租金可言 員工的人工 賺到錢才多分給他 但想吸引新客 留住舊客 最大的成本當然是 顧客服務 入得來打 店內的免費茶水消息 不用說了 想叫跑腿去買零食外賣 沒有問題 想吃好一點 包心刺途都OK 交店費 水費 去街市買菜 兼買女兒放學 沒有問題 最重要是良心 打得很開心 大家做生意 你打得很小 當然就不要以我 大陸豪客 很棒 專車接送 包飲包食 包住包購買 聽說客人撞爛了車 他也幫你弄買 聽說成本是否很重 行內人士跟我說 這些貼身客戶服務的成本 佔了抽水分的二至五成 你不早 別人做 你就沒了客人 真是生意難做 這也是業界最擔心的成本失控 第二 麻雀館如何防範老千 你倆買棺材不知訂 你夠膽走來我的環頭找射 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知不知道 這些情節過氣了 雖然偶爾看到有報道 說麻雀館有人出錢 但近年真的不算多 那怎樣防範呢 一 麻雀館的麻雀牌一般比較大 較難玩染眼花 還有現在玩碰槓牌的新玩法 簡單 快也都較難出千 二 就是一般你和幾個朋友進去的話 通常都要分開錯 免得你們幾個打龍通 四周圍還有閉路電視 加上幾十對員工眼 看看誰熟口熟臉的老千出現 一見到你打牌的方式出現問題 就馬上請你 就說外面有人找你 你明白的 最後第一 麻雀館賺多少錢呢 現在香港最大的麻雀集團 就是瑞興麻雀 包括瑞桌 瑞峰 成興麻雀館等 由錢貪將 石鑑暉創立的 大家都知道 他身家幾百億 代表麻雀館肯定賺到錢 新玩法 新移民 新遊客 新設備 成為麻雀館近年的四大動力 但政府現在發牌又懶屋 我自己親自去過很多間的麻雀館 都要排隊才有牌打 旺足就往往十二小時 現在就跟你計算 而一間麻雀館有三十張桌為例 每鋪牌就玩大概三至五分鐘 即是一個小時就玩到大概十二鋪牌 三十張桌 十二小時 全一全場就能夠玩到四千三百二十鋪 我知道未必有招飽到晚 就打個七折 即是每天都有三千鋪 住客便宜街坊一二百 貴則旺區一二萬 開港就馬上付錢 自摸三加比 中獎馬又得補 就當每鋪平均是三六百 明鋪每位三百 再自摸食戶每位收六百 合共二千七 抽水5%就是一百三十五元 每鋪抽水一百三十五元 乘以每天三千鋪 即是合共抽水差不多四十萬 乘以三十日 每個月抽水就一千二萬 怪不得知 世界林國強在他的書 第一八零四頁都有寫 現在就是麻雀業界的黃金歲月 據知收入最好的麻雀館 憑每鋪排的抽水5% 一天就有超過一百萬元的進鋪 是每一天 當然要減賣人工分紅 還有顧客的體貼服務 還有送出去的優惠成本 每個月賺多少錢呢 你自己計 賺到錢之後 還不斷數鋪買 財物業幾百億身家哪裡來呢 你現在明白的 最後麻雀館 不是真的你想像中那麼黑暗 大家都是打開門口做生意 有機會你光顧第一次話 你就明白的